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我们的老台湾节目 那这个节目呢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 在城市广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 总共六十集有六十个不同的主题 每一集都会邀请到各个领域的老师又或者是专家 带领听众回忆我们的老台湾 那今天我们的老台湾要讲的主题非常有趣 那就是台湾早期的名片跟情帖文化 那为你邀请到的呢 就是博学多文的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错过咯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主持人 我是Iraise 那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就是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梁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要跟老师聊的就是名片 那说到名片不管是社交沟通 人脉经营又或者是品牌推广 那其实名片都是必备 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想请问一下老师 其实在台湾又或者是中国那边 名片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风行的呢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名片 是从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那个时候开始的 更早的话是拜贴嘛 拜贴 就是他会比较大张 最早是比较大张 慢慢的演进到变成是比较小张 现在尺寸很小 就跟我们现在拿的名片是一样的 拿的名片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比较早的名片蛮有趣的 对 最早是用手写的 对 今天老师真的是带了一整本 就是古早时的那个名片 我们这也是大开眼界 而且很早的那个名片 好简单哦 他就印个名字 然后什么都没印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这样子 我这边比较特殊的 就是我有陈宜的名片 陈宜这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是谁了 老师要介绍一下 他的那个显赫的资历这样子 陈宜他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最大的长官 就是也是现在的省主席 就是那个时候全台湾最高的一个行政首长就对了 对对他是民国三十四年 民国三十四年 然后全台湾最高的一个最高关键的一个行政首长 十月十月二十五号对不对 他那时候我们台湾光复十月二十五号 他也是十月二十三号来台湾 来台湾就任这样子 而且我要特别讲那个名片是因为 他就只有印成宜两个字 他的宜是那个宜太的宜 对就印两个字 而且是他是手写手写两个字 然后我就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想说 他什么其他什么通通都没有 他的职称什么通通都没有 就这样印两个字 谁都可以印啊是不是 然后结果馆长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没人敢这样做 没人敢奉一名 不是我们现在想说我就随便写个两个字 我就说我是陈宜 不是喔 那个年代是很害怕这些 就是很害怕那种长官 就是没有人敢去访他这件事情 所以他写了两个字 他就是这个人 其他没有任何人敢去做什么样的 我们想的那种邪恶脑筋的事情 而且能够拿到他名片的人也不多 也不多 所以他的名片是手写的 而且那个陈宜他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没人敢去访他名片 大家如果你要访他的那个几率 对不对 也要有他的需求 才有可能去访他 就是没有那个需求 没有那个需求 因为他出入是在高级的场所 重要的会议 那些都是大官 大官才可以拿才有机会拿到他的名片 不是说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想的那个样子 对而且我发现到早期的名片 他觉得蛮简单的 然后反而到后面就是越来越复杂是不是 对我这边有收集到台湾总督府的名片 就是日本时代 对台湾总督府就现在总统府 总统府 然后也有这个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也就是这长官公署也是也是现在的 列治现在的台湾省政府公署的一个名片 而且他名片上印的地址 觉得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眼镜 以前那个什么南投跟彰化都是属于台中县 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台中县 所以最早日本时代它是属于最早是譬如说南投县 南投县 台中县 台中县 那日本时代的 日本时代 因为日治时代它毕竟命名会不一样 对 然后到差不多日本统治中期的话 它就变成台中县 台中县 像我们县县现在在修礼嘛 那个是古迹嘛 台中县县 对 那我们南投的话就是南投郡 南投郡 彰化也是郡 是吗 彰化对 彰化也是郡 郡就是介于这个天跟周 周跟郡的话就是介于现在的比线还小 哦 比如说以南投县来讲 郡的话比线还小 但是比镇还大 就介于线跟镇的中间 所以就是看它的那个地址 你可以看到时代的那个眼镜 而且我看它早期的名片真的就很简单 就是就印个名字 然后印个地址 然后连材质也很简单 它就是一张很小小的纸很素很素 它也没有任何的图案 对不对 早期就是因为印刷技术的关系嘛 因为佛版印刷啦 哦 最早最早印刷就是木刻版面嘛 然后再来就石板印刷嘛 那再来就是签字的佛版印刷 那现在名片的话一般来讲 使用它会用镇凯的比较多啦 哦镇凯 镇凯 然后譬如说我这边有一张是原家干的 嗯哼 他那时候是担任财政处处长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财政处处原家干 对 那他不用写地址 他就只要印一个职称就好了 还有就是 顾正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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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正甫他 我这边明天他是写大和仙业诸诗会社社长 顾正甫 他是那个社长 他是社长 那林列堂 林列堂就是以前那个乌丰林家 林县堂他们兄弟 林列堂 他就写一个地址就写这样子而已 还有林玉农 林玉农他那时候担任乌丰庄长 那如果他写乌丰庄长 或是写乌丰阶阶阶长 那就表示是日本时代 哦 是因为对对对对 阶跟庄 他不是写乡也不是写区 不是写乡 正区都不是 还有一种就是他会写 像我这边有一张名片 他是写南投厅 草邪敦之厅 草邪敦庄 第三宝 保证 所以这也是日之时代的 保证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已经是日本时代的 日之时代的 保证就是现在的里长 保证 哪个保哪个镇啊 保佑的保 保佑的保 中正路的镇 中正 保佑的保中正路的镇 这是里长的意思 这也是 真的是 真的是不知道 老师不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就写 他地址他写什么 他就写南投厅 草邪敦街 就这样子而已 草邪敦街 所以看他的那个地址就知道 他是什么样时代的 然后也知道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职称 很明显 所以就是早期他真的是印的很素 然后到后面是因为随着那个印刷 技术的进步 然后就会 比如说颜色越来越多 然后他的字体也比较丰富 然后他包括他的职称也是越来越多嘛 对 当然比较有名的 他不会印太多啦 反而有名的他不会印太多 就整理两个字就好了 反而是你知道就那种 他会把什么东西通通印上去这样子 反而厉害的 他只要印两个字就好了 因为他其实 他那时候最高行政长官 他不用印太多字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变化啦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名片吗 名片其实种类也是蛮多的 对对对 尺寸也 我那时候在找我的名片的时候 我发觉 有的装不下 有的装不下 所以他尺寸也会不一样就对了 像成里的名片我就装不下 有一些是尺寸 比一般的小张的名片还要再大一点 不换不下 可是比较大的名片 比如说他会职称什么 会印比较多吗 还是说他的精力 什么印的比较多 也不是 他只是想要印大张 他只是想要印大张一点 比较大张 然后比较好看吗 你那个贺年 类似贺词 贺年卡 跟你拜年 拜年的那种 请贺新年 就是他不是单纯名片 他还是有一个拜年的功能 这样子 这张的话 这是日本人的名片 这个是锦贺新年 还可以顺便拜年这样子 锦贺新年 所以真的是蛮有趣的 名字就是内藤直一 然后他 他就写台中州内务部地方客 然后 他在台湾担任的职位吗 他就在台湾担任的职位 尤其是在台中 尤其是在台中 台中州 然后助手就是台中市保丁 保丁一支613 保丁 因为台中市也分几个丁嘛 就是现在 类似现在的李 那丁又比李还大 丁又比李还大 丁又比李还大 就是像现在一些区 比区小比李大 它是介于区跟李的中间 对对丁 像西门丁 对西门丁 西门丁他那个蛮大的 他应该比李还大 对 他比区小 比区小这样子 所以丁是介于区跟李的中间 所以真的是老师的收藏 让大家大开眼界 你可以从日志时期 然后就是聊到现在的那个名片 各种收藏都有 我们看以前的名片就知道说 真正厉害的人 他就印两个字 就让大家吓死对不对 然后就是慢慢的眼睛到现在 大家反而就是越来越印得越来越滑翘 什么支撑 什么精力 什么通通都会印在名片上面 这样子 对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真的是大开眼界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要再来跟老师聊 台湾以前的帖子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老台湾节目 那这一集呢为大家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南投故事馆的馆长梁志忠老师 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聊的就是名片 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其实名片的内容会随着时间而演变 但是在网路上我有看到就是像在古代啊东亚就是 名片上除了有姓名直升之外 好像还有什么表什么字啊号啊籍贯等等 就表示他的什么家世出身等等 就觉得说为什么把这些祖宗八代的东西全部都印上去 想请问一下老师 名片其实我们的概念不就是把什么姓名啊 单位直升电话地址列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以前的人甚至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都给写进去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不同时代的人的名片 他要传达的讯息是不是也就不一样 因为那个民国三十八年之后 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来到台湾 撤退到台湾 然后那就会有一大票的那个大陆的人士 也过来台湾 有很多他就随着那个那个时候的政府来台湾 就有很多大陆的人过来 不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县 所以一般来讲那时候 从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之后 他们名片上在印的话 他会强调他的地域性 我是福建省福田市福田的人 还是说我是广东省浙江省 我是哪里的人 他就会特别强调我是哪一个省的人 可是他会特别是只要他不是台湾省的人 他就会特别把他的机关给标示出来 会就是会一定会 一定会这样 一定会这样 因为他会觉得借由这名片的交换的时候 让大家去认识他这样 遇到同乡的 遇到同乡的 你也是福建来的 你也是广东来的 这样也是一个打开画夹子的一个方式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去过 我虽然不是住在那里 不过我去过 我在那待过 我的谁谁谁也是从哪边过来的 什么的 就是打开一个话题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那些会交换名片 可能都会有一些商商业上的商场上一些交流 不管是商场还是政治 政政政坛 对对对对 对所以早期印名片应该 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商场跟政治人物比较会印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交集的那种场所 对他们需要就是借由名片 让大家去认识他这样子 对 那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 除了说就是 我们看早期的名片都印得很素之外 到后来的名片就是会加了什么颜色 然后职呈什么也都越来越多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现在的名片设计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 包括甚至就是什么木头啊 塑胶啊 铁等等 那想请问就是老师 就是以前的名片除了纸之外 老师有没有收藏其他材质的名片 我倒是有收到不同的材质的 对 譬如说木材的 木材喔 老师刚有给我看 他木材就是真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片 但是还真的有木头的味道耶 所以他是 他真的就是木片下去 那么薄薄成那个样子 那个是机器材质 机器材质到那么的薄 然后也是就是印名字上 他是那个是用印的吗 不是用不是不是用写的吗 也是用印的 也是用印的这样子 所以除了木木头的材质 还有那个塑胶的材质 塑胶的材质 透明的 整个名片全部是透明的 这个也是蛮特殊的 还有一种就是小小的光碟的 小小的光碟 我也有收到这个 你有收过光碟的名片 但是这个小小的光碟的名片 他比较麻烦 就是你还要进去电脑里面看 这个我觉得很不实用 坦白讲 很不实用 因为可能他的功能 不是只有介绍他的名字 他的地址 他可能连带他的职业 他的经历都会放在那里 那他会有什么影片吗 因为如果你都压成光碟 他或许也会介绍我 譬如说我是男的故事馆 那我这边有一些经历 他可能可以做一些影像什么的 就不是说只有 只有一些文字的叙述 他可能也许是有照片 甚至可能是简单的影片 那就是有点他个人的小经历 那光碟不大 不像我们 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 很小的 比一般CD还要再小 可能就是 不知道几寸的那种 那种小光碟 老师有说过这样子的一个名片 那简直就是个人的小履历 小经历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片 成本 那成本不贵 成本不贵 但是 但是其实就真的没那么方便 你还要去用电脑才能够读出来 对 那其实除了说名片 让大家觉得很特别之外 今天呢 老师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收藏品 就是要跟大家聊 台湾以前的帖子 哎 就是老师带很多喜帖 就是以喜帖的设计跟内文来说 就是也是很有学问啦 对 那很好奇就是 古时候的帖好像据说啦 有是就是写在竹片上 曾经有有这样的一段一段历史吗 是因为为什么写在竹片上 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纸吗 对 还没有纸之前 才有可能是写在竹片 才有可能是竹片 那是竹简 竹简嘛 以前的公文啊 那个所有的书信往来 全部都是写在竹简上 是写啊 会刻吗 以前就是古代 我们所谓的那个秦朝 秦始皇那个时代 就是用那种竹简 他是用毛笔写在上面 是毛笔写的 不会用刻的 刻的有 会有刻的吗 还是说全部都是毛笔写 大概是用写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用写的就对了 不用刻啦 所以古代皇上那个乐卷 也是就是看那个竹片 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历史剧 历史剧那个皇帝乐卷 或者是那个什么奏章 还是什么的 那那个是那个是用写在那个 奏折啦 写在那个竹片上面 对所以 所以有一个叫做什么 十二板铁 十二板铁 我今天有特别带来 对今天有特别带来 十二板铁 就是 毛笔和青鸡 青鸡贴到毛笔贴 好 对不对 那个十二板铁 其实它是折成十二折 折成十二折 像这样 它是折成十二折就对了 它为什么一定要折成十二折 它是有什么样的 十二其实是十二个数字非常好 十二是因为它的数字很好 而且它折起来的宽度长度 对不对 拿起来就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长的 因为太大又低也不好 对对对 它太小了吧 然后它折成十二折这样子 它把一些重要的内容都写在这上面 它内容大概是写些什么呢 像这个最 像这个端数 对不对 就是我很严正的宣告 类似我们的静奇者一样 静奇者 就是我很严肃的跟你讲 我要结婚了 然后我要娶 然后我要娶 很认真的告诉你 很严肃 宣告很严肃 我要结婚了 我要娶谁 然后我要 我要拜托你来当 那个因为一般我母骨跳对吧 母骨 可是母骨最大嘛 因为一般它的帖子 跟一般不一样 你要特别用写的 然后那个亲手交给他 亲手交给那个母骨本人 对对对对在 也要接婚之前 所以就是 是新郎去教吗 还是属婚人 ニלק说若要娶婆 我最高的目骨 我就要拿 亲心 练倭去福祉 我当时会娶 要娶 вз真的 大概两周 都要娶 cigarette ele 一般她要娶一个个月 现在的时间来讲 一个敬腰的一个概念 然后里边会学一些 那些ATE 想的文字 主要是吉祥的文字 除了说他要布达的那些意思之外 很多是吉祥的文字 邀请你来 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母国就对了 也计算是一个结婚的见证人 我告诉你 你等什么时间 你才跟母国母国国家来 我会很慎重地跟你邀请 邀请你来备有酒席 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很慎重的邀请 它要折成12折 所以就是在以前还没有指的年代 它就是真的就是12块竹片 一般像我们这个请贴 你看就是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啊 最近我收到的就是这样子 比较现在的年轻人 都越音越简单 而且是有文青风 可爱风 苹果这样子 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请简 它是一个后织版 就是一个后织版 然后画一些可爱的图案 是属于他们个人风格 现在是比较简单 可是像我看 我看馆长拿那个母国天 是12折 对 折成12折 那就是一个很慎重的邀请 因为就是请邀请某谷来当我们那个婚礼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人 一个见证人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时代的眼镜 当然现在可能不太会收到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有一个年代的意义存在 对 像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或许 现在年轻人比较 不会去注意这个 但是在 在以前 以前的年代 一定要 一定要 这样是一个尊敬长辈的 一个尊敬长辈的 一个很慎重的邀请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听老师说故事 好像在上历史课 就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 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下个阶段再来继续跟老师聊 台湾以前的请帖 曾经辉煌才懂得延续的重要 曾经遗忘才懂得存在的美好 曾经消失才懂得重生的可贵 欢迎收听我们的老台湾 听众朋友你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文化部影视局 补助的节目 我们的老台湾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Iris 那也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就是南投故事馆的馆长 梁志忠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老师 我们上个阶段有讲到琴帖 而且你有讲到这个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琴帖 就是 这两种 那这两种 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我们结婚 人家说那个母股最大 母股最大 刚才是亲家嘛 亲家亲五嘛 母股就是阿股跟阿金 所以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来宾 也是最重要的亲家 你要结婚一定要这两个 要给慎重的邀请 那你亲家就是对方的爸爸妈妈 甚至于他阿公阿嬷都同样 所以那种帖子要跟一般不一样 要特别慎重 就是十二折嘛 对不对 刚讲十二折 特别慎重 所以就是母股帖跟亲家帖 就是最重要的婚礼的这个见证人 然后就会很慎重 就跟一般的帖子都不一样 所以只有母股跟亲家 会收到这种十二折的请帖 对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就是十二折 但是他只是内容 还有邀请的对象不一样嘛 对对对 所以概念上是这样 就这样子而已 对那 那想请问就是老师还没有一些早期的 那个帖子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因为不只是喜帖嘛 对不对 刚还有什么 当然喜帖是最大宗啦 可是其实我们不只 我们很多都可以这个喜庆什么 都是可以可以庆祝的 包括有什么新居若晨 对不对 对 新居若晨 新居若晨 还有妈妈 明月之旅 明月之旅 还有开店的 开店的 开店的 开业 还有什么新居若晨 各位的祝寿的 祝寿的 对对对 邀请你来可能就是不管是 六十大寿 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 祝寿的有 甚至也还有结婚周年的 结婚周年也要庆祝 也要庆祝 不是一年啦 可能三十周年啦 三十二十周年 至少也二十周年以上 对不对 我想说一年有时候 庆祝 庆祝没有离婚 不是啦 不是啦 所以就是结婚周年庆的 可能就是五十周年 就是什么金婚迎婚那种 也是也是都有琴帖 这样子 还有庙会的 哦庙会哦 寺庙 寺庙他会市场办庙会的活动 嗯嗯嗯 天公圣咯 麻祖圣咯 或者说很多庙会的活动 也是要硬帖 哦 庙会活动 大家的晴帖 不是都硬不完 那因为很多啊 对啊 信状非常的多 你要驚 驚到那些信道 对啊 过去你 你只要你不要去廟里 你有时候会捐钱啊 嗯嗯嗯嗯 会留下你的资料啊 你的资料 真的是每次寄都寄不完耶 哦 或者说你 呃 听不着 它 像个惊娘 你再来拜一下 范光成绩 但是说那个 当然总力很多啦 其实我们家以前就是开这个名片请的印刷店 哦 名片跟请帖都会印刷店吗 但是呢 我们那个印刷机是原盘手动的印刷 原盘手动的印刷 台湾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手动是说这样排版一个一个排吗 就是签字 签字 火板印刷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是用手动的原版印刷机 就是说一张一张印 一张一张印 不像现在名片一次印印很大张 那就自动机会拆 好好好 以前是一张一张一张印 对一张 名片一张 那譬如说一盒一百张 我就印一百次 就印一百次这样子 而且也有一种 我们现在看的好像是烫镜的嘛 对对对对 其实以前没有烫镜 以前没有烫镜 以前是先印那个黑色印好之后 再上金粉 再上金粉 对 上金粉起来之后 你那个 因为字本身有那个油墨 那它是有点连性的 它就会粘在 上金粉起来 那金粉也附走在那个黑字上面 变成金色的字 哦是这样子来的 最早是这样子 最早上 这次其实还蛮涂法炼钢的 以前因为技术的关系嘛 以前没有烫镜 以前没有烫镜 只能够用手工 用这种方式来做烫镜的效果 用手工烫镜 所以以前是手工烫镜 也不是手工烫镜 就是 上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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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技术的不同 而且老师有讲到以前的洗铁 也比较 以前的铁子也比较简单 是就单张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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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一面而已 印单面这样子 不像说后来就是因为技术的进步 它开始会有就是翻面这样子 现在技术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我们以前在印那个 甚至于不是只有印这个 洗铁啦 不是说 入手的啦 做手的啦 我们也有印那个圣诞卡片 圣诞卡 就是节庆的 节庆的 然后赫年卡 还有赫年卡 赫年卡又不一样 圣诞卡跟赫年卡又不一样 现在好像结合在一起 现在是 以前是有分开的 对啦 对啦 现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care 说你一定要圣诞节 或者是你一定要新年 就是有的就是 反正因为他时间也很接近 他就会就是会会坐在一起 但是比较西式的卡片 一般中式的话 他是写恭贺欣喜 但是那个比较西式的话 然后就写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所以内容是有点不一样 那时候生意也很好 也很好 一次这一百张两百张 可是像会印那种 就是圣诞卡赫年卡的 其实会不会是企业比较多 对一般来讲是 人脉比较好的 做生意的 做生意或者是政治人物 他可能会 就是过节庆会印个什么赫年卡 然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样子 现在我不晓得 你还有没有收到赫年卡 没有耶 好像不太会收到赫年卡 除非就是 你可能以前小时候 还会就是写卡片 然后就是送给同学 然后或者送给长辈还是什么的 现在比较少 不然现在都电子化了 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直接都电子化了 难怪邮局的生意都不好了 邮局都是那个啊 那个宅配啊 哈哈哈哈 就是现在就是转型做宅配 不然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对对 而且就是 现在的款式也是越来越多嘛 以前中间一开始单张 然后开始慢慢演进到 就是开始有双面 然后还有什么镂空对不对 就是他还有立体 立体的 就是越来越越来越多元 对不对 造型 造型 很多的变化 因为现在年轻人讲究的是 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我一辈子 只有结这一次分 不定你可以结两三次 哈哈哈哈 有不同的对照 所以我 我愿意花更多的钱 嗯嗯 来 那个很浓重的 来举办这一次分 对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 他还会自己设计帖子 对不对 他们有的是可能不管是自己的首会 或者是说有的是电会 或者反正就是他会自己 有很有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 对 所以他颜色上也就不见了 局限在红色对不对 对对 因为一般来讲 喜帖都是红色的嘛 嗯 红色或者是金色 嗯 红色 黑红流金 就是红色的烫金 烫金这样子 对白色是非常敬计的 嗯 不过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 百分之百会让你改观 我最近收到的喜帖就是 他居然是在白色的纸上 印上红色 也印上黑色的纸 就是我们最忌讳的 就是很突破了 对白纸黑字 我们最忌讳呢 可是他印在他的喜帖上面 而且我有看到就还是一个 那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画的嘛 超级可爱一个幼幼的一个 算是两个新人的那个算是好 也许是他们想要呈现一个 一个肖像这样子 就非常非常的可爱的 幼稚园风格的一个 一个手绘的一个喜帖 那就是非常的有个人的特色 对因为现在就随着时代的演变 就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见得喜欢那种 大红大金这样子 又觉得哦 但是这张喜帖还蛮特别的 就是他除了说 就是一面是新人自己 要表达的意义上之外 但是背面 他也不要讲背面 就是另外一面 他还是有印红色的 对可能还是有顾及到长辈的需求 对对长辈还是可能觉得啊 还是要红色才喜气 所以他们还是有顾及到长辈的需求 对这也是也是蛮可爱的一个一个一个喜帖 这样子哦 而且是苹果的造型 苹果造型 对啊 苹果咬一口 对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亚当跟夏娃 那个苹果咬一口这样子 对非常特别的一个一个喜帖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名片跟喜帖 也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嘛 对那其实名片是人跟人结识的一个捷径 也是扩大社交圈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那在商业社交的礼节当中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跟对方交换名片是标准的第一步 有的时候就是一张名片 真的是就会有大大的惊喜 那秦帖呢 则是有一个慎重邀请的意涵 不管你是结婚也好 新居落成 还是迷月 还是祝寿也好 其实都是有一个慎重邀请的意味 所以从名片跟喜帖 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 对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就是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这些收藏品 那我们的老台湾带你回味 让人遗忘的老岁月的生活情味 更多精彩的主题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的老台湾 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带您深入了解台湾过去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teni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